中共中央近日一年发布三部经过修订或者新制定事行的党内法规 并且发通知要求以条例为基本遵循 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其中新修订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加入了维护党的核心地位的规条 要求党员坚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地位 以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条例也增加了党的权限 说经过党中央批准 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的党委 可以就特定的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回应实践要求和各方面的关切 中共中央办公厅说 修订党内法规目的是要加强党内的监督 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 执行党规的责任 对于监督考核 责任追究等提出要求 有评论员担心 随着这些党内法规法章的完善 它会逐步替代国家宪法 扩张党国体制 当我们谈中国的宪法 实际上大部分条款是处于沉税状态下 或者说并没有建立有效的核心性审查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司法审查机制的情况下 围绕着这么一个党的宪法 在中国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之外 在单独的运行 形成一个所谓的 以法治党 以这些党内的法规 来管理国家 管理政治的这么一个平行体系 现在是越来越完善 吴强又说中央强调以法治党 但另一方面 习近平在近日中央党校里面的 谈话又提到伟大斗争 表示这两种的力量有冲突 党员可能为了政治动员 以不顾法律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